Hello 螢幕八爪魚的朋友仔 大家好 我是劉沛月 阿悶 因為疫情的原因 阿悶都有一段時間沒有來過加拿大 不知道他有沒有掛念加拿大的粉絲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自己記得我上次來加拿大 都已經是有三四年的事了 但是我知道這次終於有機會了 還可以去溫哥華和多倫多兩個地方 所以我這次帶給大家的禮物 都不會少的 可能會和大家唱一下歌仔 玩一下遊戲 送些禮物給大家 希望大家到時期待一下 來到加拿大除了工作 阿悶原來都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想去逛逛看看 其實每一次去到加拿大 我都是有少許的準備 我會做很多研究的 我記得上次去多倫多的時候 我去了大學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小習慣 就是我每去到一個城市 我都很喜歡去他們的學府去參觀 我上次去了多倫多大學 所以今次我在溫哥華 一定要去一些特別的大學去參觀一下 而且因為我很喜歡拍照 而且很喜歡看風景 我做了很多功課 很想去到不同的花園 一些主題花園 或者在一些國家公園 去看當地的景色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拍照 黑熙就嘗試過不同角色 接下來阿悶最想挑戰的 又會是怎樣的劇本和人物呢 可能在鏡頭面前 大家都會見過我做正派 做反派 又見過做一個很巴渣潑辣 有一些是很正義聯盟 都有一些是溫柔和甜美的角色 其實現在可能自己心裡很想挑戰的是 一些比較成熟的專業人士 因為可能大家對阿悶的感覺 都是比較傻大者 但可能自己也想在氣爐再擴闊一點 如果你說專業人士 可能立刻想到的是醫生、律師 雖然我知道這些角色很多東西要記 對這些角色可能特別有情意結 可能以前看《一號皇庭》 《苗手人心》 我都很想去挑戰這些專業人士的角色 好像從入行到現在都未拍過古裝 如果有機會拍古裝的話 都可以嘗試一下這個合旅 我相信現代的打旅和古代的合旅 都應該是有貫穿的 拍穿粵劇也不錯